灵儿记住了恩公的模样 从小到大就喜欢这么画着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我们明明没有见过面嘛 小妖哥哥 这个是灵儿最新画好的 胖了一点 当日 南兆国正处在劫难之时 全国一片混乱 被大水围困 信得恩公及时赶到 将灵儿及老生救出来 我 小妖哥哥是踏着宝剑来救我们的 那时候 灵儿一直在哭 后来 知道你带我去看满山的红色蒲公英 然后我就不哭了 你还让我答应你 以后都要快快乐乐的生活 最后 你还给了我一颗种子 说只要这颗种子开花的时候 你就会再来看我了 种子 难道 恩公完全记不得十年前的种种 实不相瞒 晚辈除了这次来仙灵岛取药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镇 再说了 十年前的我 就这么高啊 怎么可能是救你们的大侠呢 不会的 灵儿 小妖哥哥 不会的 灵儿带你去看那颗种子 看了之后 你肯定会想起来的 来 灵儿 小妖哥哥 你给我的小种子 我就种在这里 灵儿姑娘 你误会了 小妖哥哥 你先看一下嘛 你也许会惊奇一点点的 我每天早午晚三次 都会为他浇灌 可过不敢浇水太多 怕把种子弄坏 可也不能浇太少了 我也定时为他施肥 我要小种子 健健康康地成长 灵儿 嗯 我不是你的那个小妖哥哥 你是小妖哥哥 你就是小妖哥哥嘛 你说 这个种子 你已经照顾他十年了 那他 他为什么不发芽呢 石头 健康哥哥 是不是能要粗心大意 把种子弄坏了 这只不过是个石头 他 是石头啊 嗯 我知道小妖哥哥 你不会骗我的 是吗 我 我知道小妖哥哥 你永远也不会骗灵儿的 灵儿 就算他是石头吧 他也是小妖哥哥你给我的 所以啊 他一定会发芽 老老老 是逍遥 进来吧 嗯 老老 逍遥 擅闯仙灵桃取药 还请您原谅 我明白你的孝心 只是老生还是有疑问 老老 你们说的那位李大侠 真的不是我 我知道 我只是想知道 你的家乡是不是在于杭镇 你怎么知道 孩子 那你爹懂不懂武功 他什么长相 是不是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家父 在晚辈三岁的时候 就跟小母离家出走 闯荡江湖 晚辈对他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 哦 原来是位侠士 那就不应该有错了 你爹叫什么 李三思 李三思 我想 恩公侠义相助 为善不与人知 所以 用儿子的名字来顶替 真是个君子 怪不得 原来灵儿口中说的那位大侠 是我爹爹 你是我恩公的儿子 你家人有病 老生自然义不容辞 我这不负责任的老爹 总算干了点好事 救了婶婶 不过 老师有个不情之情 你要是答应了 我就把这个给你 请说 我要你跟灵儿 马上拜堂成亲 什么 我 骗自己 还存在 泪水却是总无关 你总注定没有你的未来 是梦往前 消失的空白 什么都别说 什么都别说 我不想懂 至少我还拥有 美丽的梦 什么都别说 我真的不想懂 终于明白 该放手 什么都别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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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想懂 至少我还拥有 每一个梦 每一个梦 什么都别说 什么都别说 我真的不想懂 终于明白 该放手 什么都别说 什么都别说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